提醒大家 一定不要被这么华丽的片头所吓到 因为接下来的新闻播报风格 可能和片头还是有一点点小小的差异的 下面我们开始播报新闻 在背皮腿两日之后 邓潮出现在上海电影节 为电影猎人卓星站台 此前的48小时 微博上爆出 某跑男出轨 并将这个矛头直向邓潮 随即邓潮马上成为焦点 邓潮妻子孙丽 孙丽的母亲 就是这个邓潮的丈母娘 随后相信在网上 为其辟谣 让这个邓潮的丈母娘 做的确实很到位 女婿劈腿了 第一时间出来挺 而不是说第一时间怀疑 确实很厉害 邓潮在接受采访时 首度回应此时 这个我也想弄明白 所以真的就是法庭剑盲 因为我觉得已经不是我一个人的事 包括我的微信 包括我的很多圈的朋友 也都遭受过这种口舌 我觉得有点过于恶劣 我觉得这个东西 不管是对我 或者对别人 如果在一个公共平台上 可以这样的话 我也很好奇 很气愤 我也想见一见 是谁 是什么样的动机 为什么要这样 而且那么整齐话译 所以就让律师去做这个事情吧 这有钱人就是好 还有自己的律师 昨日邓潮先生第十八届 上海国际电影节 为自己主演的电影 烈日热情站台 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 当天电影还举行了 媒体摄影场 邓潮突破尺度的虐心表演 获得了广泛好评 并在采访时透露 欣晓峰 是自己从小至今 最难走出来的角色 当被担心 片中角色和自己 逗逗的形象反差时 邓潮哥表示 这是自己做演员最大的乐趣 要带观众进入不同的梦境 邓潮在电影 烈日热情中 饰演一位每天畜生如死 耳右动作戏长的邪警 欣晓峰 在残酷和温暖的边界中 有所挣扎 并有一份 相爱 相杀的兄弟兄弟 跃行不已 当天电影举行了媒体摄影场 看片后 观众好评不断 根据限量反馈 邓潮鲜明的人物塑造 和精准的表演 让大家记忆深刻 和段一红之间的对手戏 也成为影片中 最大的亮点 新闻发布会上 邓潮透露 欣晓峰是自己从影以来 最难走出来的角色 在拍摄完毕后 一度陷入这个UB状态 直到今天 都会受到其影响 接受采访时 邓潮更回忆起 杀青离开厦门的时候 一个人坐在车上 久久不能释怀 觉得自己 只剩下一个皮囊 因为跟新小峰待了很久 最后发了一个朋友圈 小峰 在你的房子里住了这么久 今天不得不走了 我知道那个世界的你 很辛苦 没有那么快乐 希望我走了以后 你要快乐 我的小峰 我是潮 从分手大事中 搞怪惊分的梅远贵 到跑南里 满满槽点的发目里对着 再到社交网络上 卖蒙耍剑的段子手 邓潮的喜剧形象 早已深入人心 而这次在烈日卓心中 直言的新耀风 则告别了之前的 种种幽默恶告 逃亡 赎罪 善恶与共的悬疑戏码 不断的挑战 虐心极限 与大家心中的 那个豆皮男神 形成巨大反差 当被媒体问及 是否担心观众 会因此而出戏的时候 邓潮直言毫不担心 相信自己的表演 能够感染到大家 让大家的影院里 忘记那个豆皮 甚至忘记邓潮 带观众进入新耀风的梦境 在电影烈日卓心中 邓潮有一场男男激情戏 和吕宋贤贴身舍稳 这个不太好吧 画面尺度简直太美 不忍之事 这个激情尺度 能让影幕爆裂 为了让这场戏 足够的干柴烈火 导演还为邓潮 特意请了一个技术之道 这是啥技术呢 助期完成 影片在上海电影节 精彩单元奔放之后 观众好评不断 并且认为 这无疑是邓潮 段一红影队级的表演 从全片来看 邓潮和段一红 这对警匪人工的塑造 以及他们的性向迷雾间 制造了一种 悬疑的紧张感 和警匪的交替感 刘大白虎 生于忧患 死于安乐 著名的生理卫生学奖 两性学奖 女性心理学专家 文学奖 史学奖 文史学专家 新闻评论奖 娱乐评论奖 社会专家 科学奖 艺术奖 政治奖 军事奖 革命奖 数学奖 化学奖 考古学奖 动物学奖 植物学奖 音乐奖 曾连续三年 获得过 富贺胜首的荣誉政府 词 怖费胜首 强 军事奖 吴极 军事奖